施明德这整篇我觉得他最下面那一段讲的真的是非常的有力道 而且高脊酸 他说这抗中保台的口号 民进党你们也不要演啊 他说民进党的要脚当中 不选举时就是两岸一家亲的前客 所以等于这个由施明德的口中认证了 这些现在目前台面上跟两岸之间 好像过去明明就有很多牵扯下来 喊抗中保台这些人 你们通通一个一个都叫做中共同路人 但绿营这些人士你们也不用急着跳脚 因为在你们的手中 其实现在几乎你放眼望去 人人都是中共同路人了 这个任志愿 对所以民进党就是十个字形容 就是抗中是职业 但是亲中是生活 就是说因为他们是政客 然后因为执政成绩也不佳 为了要骗选票 故意去挑动两岸关系 搞得很紧张 然后再说抗中 然后有一些人就会觉得 芒果干发酵投给他 可是实际上民进党是没有 对岸是无法生活的 你看等一下我们要讲那个抄论文 很多论文他们都是抄对岸 然后郑运鹏在没有工作的时候 也是赚对岸的钱 所以你就知道没有对岸 他们也是生活不下去 这就是一个很虚伪的政党 就是表面上好像很讨厌人家 实际上都是靠人家 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也不会这样 但是民进党作为一个政客集合的政党 就是这样 就非常的无耻 披着羊皮的狼 挂羊头卖狗肉 这马上就讲的 表面上是民主 实际上是根本就没有民主 那施敏德讲的话 我有的是认同 有的也没有很认同 比如说他说他这一次 民进党是败在说候选人 都是戳跟桥产生的 意思是说 如果他们候选人没有戳没有桥 才用正常的程序 那民进党就会胜选吗 我觉得也未必吧 对不对 你今天如果说台北市不是用戳 不是用桥的话 那台北市他们就会推林家龙嘛 之前就是林家龙要选台北市 新北市就变成罗智政啊 那桃园我不知道是谁啦 可是他们也不可能会胜选嘛 关键民进党会输的原因就是 他们这次执政赛太烂了嘛 然后蔡英文又把这次九合一选举 和他们中央执政绑在一起嘛 蔡英文不是选前的时候 告诉大家说 投蔡英文就等于投民进党嘛 这个等于是败票的很重要一句话 很多人搞不好还想要支持民进党候选 一想到说 他就投赢蔡英文 那我不投了 所以然后蔡英文自己才是本身最大的问题啦 那所以我来讲说为什么施敏德要这样讲 其实施敏德应该是担心说啦 如果说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 或者是之后的立委的选举 又通通都是用桥跟戳的话 很可能民进党再也站不起来 他可能我觉得他是有点在帮赖清德讲话 因为现在看起来赖清德是比较 对民进党而言是比较稳的一个人 毕竟第一很多人还是会把赖清德和蔡英文分开来看 他们两个很不合嘛对不对 第一个把国家机器指出来的就是赖清德 然后叫蔡英文不要往军队赴他的也是赖清德 那大家也想说赖清德上台之后会不会清算蔡英文嘛 所以可能施敏德是认为说赖清德有机会啦 在帮赖清德说话啦 不过我还是觉得一马归一嘛 那此外大家谈到就是说 那后面民进党的布局会怎样呢 你看他很多中生代好像都灭团啦 很多人都有问题啦 例如说这个郑文燦论文的问题之后 是不是就没有办法选主席 我跟各位讲你们不用担心民进党 不用担心民进党 不要怀疑民进党厚脸皮的 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如果民进党重视诚信的话 我问你苏贞昌可以当行政院长这么久吗 苏贞昌当行政院长当了四年耶 苏贞昌就是没有诚信的人啊 他之前骗过神明耶 然后还不是当行政院长 那苏贞昌上次是败选29万 后来输给了侯友宜29万 没多久去当行政院长 当了侯友宜的长官 导致于后来侯友宜在施政的时候 都要看苏贞昌的脸色 你说这个稍微有一点脸皮的政党会做这样的事吗 你被人民淘汰 没关系我给你更大的关注 你觉得正常的政党会做这样的事吗 有 民进党 不是 不正常的政党 民进党 所以你说呢一个超论文啊 或者是很多问题啊 桃源丢掉的人能不能当主席 正常来讲不会 可是民进党不正常 他还是有可能会让郑文燦接班 所以大家现在批评啊 民进党听不进去的 民进党坚信啊 只要会洗脑大家 他就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到时候大家会看到 郑文燦当主席 或者是林嘉隆输了69万票入阁 或者是说其他败选的人 得到更高的位置 你不用担心 我觉得这样的问题会一直在发生 所以施明德就发发牢骚啦 民进党也不会听你的 如果会听你的话 你也不会离开啦 那我问上这个是 当然现在看到就是 这场党主席 因为会是代理人战争吗 那因为赖清德自己也不好吧 自己扛轿子 然后又自己坐航去扛出来 所以他势必要有一个人到时候 在2024的提名上面可以拱他出来嘛 那到底刚刚施明德讲的是 吴商是赖清德 那谁是吴亥呢 吴亥有没有可能会是苏嘉全 或卓榮泰来当党主席呢 我觉得如果从施明德的部分角度 这两个人根本应该是不上 不入他的眼啦 让我也容我讲一点点 我想我跟施明德认识那么久 其实要知道他的这个用词 我们来看就是刚刚面的 这很有意思喔 选举结束已经七天了 小英总统应该露微笑脸 他在通篇当中 小英只提到前面这样而已 其实以施明德的个性就是 小英你该放权了啦 你该靠边站了 好了啦 而且他后面讲头七都过去了 什么叫头七 就讲民进党死了 这个是我对施明德的认识是 他的意思就是 这次选举民进党就死了 什么死了呢 就是民众信任崩溃 信任崩解 连绿营的本土知识的 来这次都跑光光 能够跑到这个地步 我想对于一个这样 创党主席的部分 这样子民进党的最早的人来说 看到民进党一路 你当过去民进党也有犯很多错 曾经有错 可是始终在党外或知识者 对他的信任没有消失 无论国民党再怎么样 但是这次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次要看到 我想不是说施明德背后的语重心长 而是他在看待这个意义 于是在这个时间点上 OK小英你该滚了吧 意思就是潜台词 民党已经死了 你现在要活回来 还有谁有一点点 我们讲就是讲 还有谁有一点点 最后的机会跟残值 能够活下来的机会 我想这是施明德要表达的 部分的重点 因此在我们在看着这个讲 因为施明德他们是老一辈的 这种传统的政治人物 他们在看待一个政治人物当中 或一个重党本身的 他不是在这些议题破破碎碎 还有你刚刚讲 谁刚上来谁来上来 还在配置这些阿猫阿狗的身上 而且最后在这个重党的本质 谁能够活下去 现在在清点现在民进党的 所有的这种一线人物当中 还有这么一些些信任度 就是说你在这个人身上 可能可以把民进党的支持者的 这种破碎的信任 跌上来回来的 真的没有什么人啊 就是确实只有赖清德 这是事实啊 所以他我想他表达的意思 我这么解读是这样子 当然现在来看的部分 当然最大的问题 我也非常认为 其实在大家的解读当中 我认为小英是不会放权的 但是我始终一直在思维 小英不放权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他其实也不是 过去我们所认知他 他也并不是那么执着的人 但是到这一波一直包括在 你知道在这次 整个对这次年底大选 我想应该从去年开始 包括四大公投一路辗转过来 硬要摆他的阴系的人 硬要提陈时中 硬要放林志坚 所有的人背后的意义到什么 我们要讲得很远 我只要表达的部分 我认为他始终核心 他的心魔就是 我觉得他 我认为他就是对 他的论文这件事情 一旦他失去政权 没有任何人再来捍卫他 赖清德没有人 没有人会把你很在意 你毕生的洁癖的 甚至可能是你毕生终极谎言的 一切形象的堆积在就这个 可能有正义性或这个 根本没有这个论文学会善的 这个东西 可是现在在各派系当中 赖清德也没有人过来跟蔡英文说 哎呀 只要我出来 我跟你保证 我就是命没有了 我拼没有 我也会捍卫你这个 我觉得现在没有人去跟小英 对他心里头这个月光饱和 伦敦啊伦敦饱和 去为他捍卫 跟他做政治交换 我觉得如果说至于赖清德 或周边的人开始 往小英这个内心的这个 不要说软肋 他的最大这个月光饱和 攻过去 也许是有一些 说不定还是有一些变化 所以我认为小英不会放 但是因为大家不是笨蛋 以及我刚刚提到 从包括彭炮过 施敏德的眼中 只剩下赖清德是这个政党 唯一还剩下有信任 残职的一个最关键的人物 我相信现在 接下来无论小英怎么卡来卡去 只要想民进党还活下去的各派系 你找不到人啊 卓文泰这些都只是过程啊 你说郑文财 包括林佳龙都只是最后这个牌 但是这个党的中心 未来还能够活下去的中心 就是赖清德了 我想已经可以这么来说 所以最后情绪的所有的变化 不管怎么复杂 最后会往赖清德流 只是说我非常同意 包括施教授所提到 我自己最近的观察一头 我也认为在各派系当中 你再看现在所有的残职 败选的这么人 可能待会也会提更多郑文财 但是我也认为 郑国会可能会未来 我也想说会觉得 他的那个东西 可能会越来越出来 就是接着到 因为现在刚刚讲 蔡英文现在已经提出的东西 叫做终生代接班 他这个终生代接班 其实有战略的意义 就是你们派系没有 别想你们这儿阿猫阿狗 有些这些老的 别想把想把我整个弄掉 他提出一个战略式的 终生代接班的说法 跌上来 于是在这里头 民进党终生代有票房 有影响力 即使现在有失败 比如说郑文燦 他还是终生代是有力量的嘛 所以这些布局 现在大部分的终生代有实力的 都跟蔡英文有所交错 甚至是蔡英文的能量 都曾经滋养过他们 所以他可以透过 终生代接班这个布局 继续来遥控 即使他已经退却 当主席的角色了 这个是个很厉害的战略 而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们来清点终生代里头 虽然才乱败选了 可是这里头还有残职 就是说你现在还把他推出来 他啊林家龙 对啊你输会有那么多 可是他输不是真的路边 随便抓个阿婆 都知道他会输 没什么了不起 所以我认为在所有人当中 林家龙会最快 政治能量会恢复 因此只要有机会 就像刚刚教的讲 如果他去接班 总统国秘书长 你就会觉得很合理 瞬间就OK 没有人就会觉得有问题 有疑议 乃具在未来这个政党 民进党内部的这个 派系情势变化当中 像这些没有伤损太多的人 我认为都很快有机会 而都知道郑文燦 最近就是想尽办法 也在抓他最后这个残职 去一搏党主席的机会 大家今天大包挂 现在要来开Turbo 拼近月数了 就靠你们动动手指冲一波 请一起开启小铃铛 转发多多普克 海黄鲍鱼干贝A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把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喔